今天我們和喬哥來到元朗這個地盤 來探訪工友 也都了解工友的情況 也都將我們工聯會就職安建的一些工作 介紹給工友 香港建制總工會和有關的團體 例如建造商會非常有的基金 就已經進行超過三百多場的工地安全順序 就和理事長一起去工地 看看我們哪些地方可以改善做得更加好 好 謝謝喬哥 走吧 OK OK 好 謝謝 我們可以跟大家說 在這十幾二十年裏面 表現最好的一卡 善師傅你好 你好你好 好 想請教你 你的工種究竟是做甚麼的 我的工種就是碰盤 具體是甚麼工作 具體就是特價碰盤 高空座這些東西 每一樣東西都是工來的 具體在虛工之前要評估那個工作場地 那個工庫 做的事要高空 要有工作臺 踢腳板 空床板 那個冷空床帶 踢腳板 上樓梯通道 大家聽完善師傅的介紹 已經知道安全的重要性 梁師傅你好 你好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你所做的工種是甚麼 我們負責做天面的工程 是一些裝坑板 裝防水 防火棉 還有一個鋁板的安裝 你認為你這個工種要掌握甚麼技術 還有有甚麼安全性的事項要特別注意 技術就是我們主要是用手工具 來裝一些鐵料 用鐵料來砌個天面出來 如果是危險方面 最大因為我們高空工作 人體下墮和物料下墮 所以最重要就是人和東西不要掉落街 最常用有相性安全帶 有時候會用安全網 或者用升降台去達到一個高的位置 如果只是在這個天面那裏做事 主要是用安全帶和安全繩 聽完梁師傅的介紹 大家工友一定要提高警覺 我希望我們的工友記者 條命不是自己的 是我們老婆子女的 希望為了自己 為了家人做好安全措施 避免發生公義意外 多謝喬哥 多謝老總 多謝 記住 為己為人 注意安全